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大人 那么在昨天台股涨了260几点之后 今天涨幅放缓下来 盘中最多涨42点 目前录影的时间12点13分 小涨20点 最高来到17259点 又再度推升到一个波段新高的记录 短线连续4根的红棒 走势仍然是超强 今天我认为 昨天涨很多 今天稍微休息一下 今天晚上凌晨 台北时间凌晨2点钟 联总会开会 会决定最新的利率的一个政策 市场大概七成都笃定认为说 这一次就是暂停升息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 今天稍微观望一下 没有晚上要开会 然后昨天涨比较多 但只要确认 但只要确认六月份暂停升息 后面整个热钱仍然将持续推动 全球的主要的股市 那台股 因为是AI的浪潮的最大的受惠股 所以这个往上推的这个态势不会改变 那就像我车标说着 我认为将要挑战18619 台股去年的历史新高 2万点我看来都不是问题 因为这个AI 它10年 未来10年 它有30倍产值的成长的空间 换算成每年的复合成长率高达4成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代表就是说 整个市场规模 每两年多可能就要翻一倍 10年要翻30倍 这带来的影响是 面面向 像你生活中 所遇到的各个面向 未来都会导入AI 是非常恐怖的趋势 那因为 它是架构在PC的生产链上 等于是再升级 那过去 几乎全球九成的 PC的产业链都在台湾 所以这次等于是在 既有的PC的产业链上 投注了一个非常大 令人非常兴奋的一个全新的成长都能出现 所以让这一块的市场价值再度挖掘起来 被瓦掘出来 所以就像我说的影响所及 比如说 广达这种长期的大牛皮股 今天是小小涨 但也来到一个新高141 这波股价从 80块钱起涨 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涨到141 再往前推股价曾经跌到 剩下连70块钱都不到 也就说这几个月 123456 半年时间广达竟然可以涨 一倍上 一倍 去年广达赚多少 其实也没有多少 七块半 所以当初 不是说他真的很烂 可是大家认为这个产业没有什么新意 所以本比最多就给你来个十倍 就是这个样子 但当现在 大家对于AI有高度的期待的时候 先不要说后面会带动他们的数字 乘到哪边去 最立即而明显的 大家本来认为PC就是这个样子 就给你十倍 当成定存股在操作 但当他再度变成成长股的时候 先不论后面数字的成长 本比先拉到20倍 所以股价一倍就上来 也不只是广达 伪创 今天也大涨 这波也是超级凶猛 半年前股价甚至只有多少 25块 今天来到77块 广达一倍 他是涨了200% 什么样的道理 去年赚多少 也不多 4块钱 股价跌到剩25块的时候 本因比是大概只剩那6倍左右 现在涨到77块钱 也是一样 是本因比先拉上来 后面再来看 就是说带动多少营收和获利的成长 另外 技嘉 尖算小题 这波也是 跟小型股一样 冲天炮 一路往上冲 半年前股价70几块钱 今天 昨天最前天最高股价260块钱左右 这次涨了超过200% 那去年技嘉赚多少 10块钱 股价 跌到剩70几块钱 本因比连8倍都不到 那今天可以涨到 2004 250 260 其实也就是在诉求本因比的提升 所以这是在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股票市场的ABC 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说 奇怪 玻璃 明明还没有什么大变化 为什么股价可以涨那么多 因为市场都会先反应本因比 稳定的本因比就是那个样子 成长型的本因比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从稳定的变成成长 或者爆发至成长的时候 本因比拉上去 股价就是倍数在涨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这个概念 你才会知道说 为什么说未来AI股这么重要 未来台股会上18619 因为当这些过去的 所谓的什么电子鲁隔 这些龙头股 股价平稳那么多年 但是当你看到一个AI 带来一个新的story 一个新的动能 新的需求的时候 股价翻倍上去 那么对于指数的贡献度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还没有提到台积电 在之前去年高点688 一路跌到3007年400块都不剩 几乎快要腰窄 然后巴菲特曾经买了 但是又卖掉没什么赚 但今天股价最高 昨天已经来到594块 外资最近毛起来出报告 已经喊到700多块去 那我的看法是688你会解套 688会解套 因为NVIDIA跟AMD 他们的AI晶片 都只能找台电投片 目前其他人做不来 所以台电它是最大所惠者 两年之内只要他的AI的比重 拉高到10% 它获利的贡献度可能就高达 20%到30% 超级强劲的成长动能 而且未来10年的发展 AI这一块会一直上去 所以台电过个高 我认为一点都不难 所以存股当初存很高的 你都有机会解套了 所以再来AI 原来是台股的主軸 我推着台股挑战18619 所以这个主軸你先抓清楚 你才会知道说 后面你要该怎么操作 那这边也先追踪一下经济科 其实有一阵子没有提 因为公司它就是在一个谈案子的过程当中 那公司没有进度 我多讲也没有用 就造成双方面的凌乱 但是为什么今天要提 因为昨天经济科是股东会 董事长也谈的蛮多的 那我有朋友去现场 所以我大概就 我都了解 董事长谈了什么 那大概就讲几个重点 就是说第一 董事长说大陆有非常多个案子将要收尾 那这其中谈的案子的种类非常多 包含有之前说的行政电脑 银行端用的电脑 然后还有网路的Edge Server 伺服器用的Edge Server 还有车载的IC 还有公控的IC 还有电力系统里面所用的IC 非常多的案子同时在进行当中 而且这董事长讲的不是我讲的 多个案子都进入到最后收尾的阶段 这不是我讲的 董事长讲的 股东会讲的 下半年一期董事长说会非常的好 但是就是等 因为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一个一个签下去之后 然后后续就等着要入账 每一个案子的贡献度 都很多 都很多 所以目前手上正在台案子至少四到五个 所以只要陆续收尾签进来 下半年一期就会大爆发 那公司董事长也提到说为什么这次要配现金0.1股票的股力有0.3元 为什么要配0.3元的股票股力 董事长就特别说因为大陆的案子谈很久了 准备要收尾的 所以他认为即便公司现在前面没有什么赚 但是这是一种回馈的心情 所以就故意就特地配了股票股力0.3元 回馈给股东应该要开始回馈股东 因为后面签进来后面就要大赚 就会配的更多更积极 所以整个股东会讲下来 我认为公司深具信息 大概前面谈了一年多的案子 只要陆续在下半年定案的话 大概业绩就一飞冲天了 那股价的部分 因为他在一个绝对低档 过去半年包含IP股 世新创意就不谈了 M31都已经涨到900多块钱了 金星科现在有500 力望2000多 整个IP股里面 大家没有涨到的 经期最低的就是经历科 所以我今天盘装文章 我就说其实 你就把它想成 一个多月前的观光股 股价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涨 超过一倍 因为之前机息非常低 当业绩整个蹦蹦蹦 倍数成长 好几倍成长 十倍成长 跳出来之后 一个月蹦蹦蹦上去 都是超过一倍 所以就类似 因为机息很低 机息最低的IP股 然后AMD最新的 晶片的架构 跟金星科是一样 所以这一块中国大陆 未来非常乐意采用 它的产品 所以下半年爆发会出来 那股价继续最低 就等具体的利多看到 我认为这上去或许 就是不止一倍 所以这边 金星科这边 我开始会帮大家继续做追踪 然后AI的部分 光中讯还是超强 把星光上桌是72 礼拜五涨停买76.4 礼拜一78.8 昨天82.5 尾盒不止 好像到838 刚刚硬资料的时候 82.3 然后最高来到83.7 离昨天的高点 就差一点点 就差一毛钱 所以这随时都要过高 那我们买46.9 到83.8 总共最多赚36.9 78.6% 照这个速度 今天也才礼拜三 可能礼拜四礼拜五 可能就超过八成 那或许下个礼拜 就卖向100% 因为AI 算力 要增加很多倍 处理的资料量 非常的大 而且应用的人越来越多 TRAPGPGTP 一个月之内 就有1亿多个人注册使用 后面是飞速的成长 未来大家都要用 所以只要的传输量越越大 你就要更快的速度 不然会Lag 严重Lag 所以这一块也是一个 最大的受惠之族群 那华信光就是MARBI 有最大供应商 五月营收回到新高附近 第三季有可能倍速成长 那我也说嘛 营收成长一倍 获利不会是只有一倍 因为毛利率往上 获利会成长更多 成长股价涨就不止一倍 所以你说46块947块买 再来赚一倍 有没有可能 我认为当然有可能 所以AI会带来非常多 备注获利的机会 财富重新分配 就看这一道了 大家好好把握 然后AI的晶片要用到先进制程 3奈米就不得不用COWS的先进封装 绕不过去 一定要用 所以股东会就说 至少要扩产一倍 所以红素呢 昨天高点572 今天早上高点568 盘中好像很多当冲 然后冲上去 又被冲下来 但电高趋势不变 电高趋势不变 我就说 上礼拜那个涨停满 577是一个关键 哪一天站上577 就是准备要过高 612倒不是重点 577才是重点 那3奈米一定要 全部采用COWS 台电要大扩一倍 而且那是未来一年大扩一倍 可能再一年 下一年要再扩一倍 那就是四倍 红素是主要供应商 明年可以赚30到40 最龙头的厂商股本又小 我说本益比未来30倍 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红素 就好像半年前 看到的世新跟创意 世新从不到600 涨到快1800 创意从不到400 涨到1500 快1600 那或许半年之后的红素 也是这样的走势 然后呢 COWS的第二供应商 台电的第二供应商就是新云 今天最高来到171块半 涨5.8% 也创新高 他是第二供应商 今年估计7块 明年超过10块钱 或许有机会更乐观 那最龙头的当然是红素 股本又小 那他股本大一点 第二供应商 本益比我认为至少也20倍起跳 上下30倍 所以未来大概就是 AI会带动非常多的设备 进入一个大成长期 所以这个设备的成长周期 整个上涨趋势都已经拉出来 后面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标股 本益比如果二三十倍的话 明年赚超过10块钱 股价空间还是蛮大的 还是大 所以这一组 也是必然受惠 就像我说台电报名牌 你要听得懂 然后AI算得快 热度 发热的问题要获得解决 不然一定会当机 所以散热股高利 240起就跟你讲 很好很好 今天涨到328了 今天估计到7到8块钱 明年超过10块钱 以明年获利估算本益比32倍 这其实真的已经不低了 所以我就说像这种股票 暂时没有看到任何反转迹象 此股可以慢慢往上卖 但是不要去追 那我倒是建议就是说 资金可以慢慢卖完之后 挪到相对低估 比如说骑鸿部分 今天早上涨 昨天涨8%222 今天早上涨到225 涨2.5% 再创全新天价 上涨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而且呢 第三季确认要出 NVIDIA的AI伺服器的散热的元件 高利还没有NVIDIA 骑鸿是已经有NVIDIA的订单 下半年要出货 今年就有15块钱的机会 明年看一看至少超过20块 用明年获利算 目前本预比只有多少 11倍 高利是32倍 它是只有11倍 一样是创新高 上档没有任何的压力 下半年Story 我认为其中会更强 因为它是真真实实要出 NVIDIA的AI伺服器的晶片 本预比只有11倍 代表就是说它的获利的潜力 它的NVIDIA的题材还没有真正反映出来 所以后面当那个追上去 在反映的时候 那比价空间是非常大 所以高利你就往上卖 但是资金转来其红的话 我认为后面会有更大的空间 当然相对来说风险也比较小 然后刚提到设备 再来会走一个 可能会长达两到三年的大长多 大陆最近AI带来的检测设备的相关公司 股价大标特别 大陆在草这一块 因为确实这一块的商机整个拉上来 台湾也有 台湾也有 今天也布局一档 AI检测设备的标股2XXX 盘中小涨2% 现行的一个盘整 刚刚突破上来 还不算喷出 这边刚好是买点 大陆AI检测设备股 最近都大涨 那这家公司去年 HPG高速运算部分 已经带动相关设备的业绩成长5成 所以去年高速运算已经成长5成 代表这块本来就很强 然后Chimp GPT 深层市的AI 整个突然间 横空出事带动整个AI的需求上去 后面恐怕是倍数的成长 所以今年AI下半年之后 大爆发好上加好 去年赚12块多 今年超过16块 明年超过25块钱 同样的 我说未来AI的相关的工业基础本益比 明年获利20倍计算 25乘以20 就是五字头 现在股价是240几块钱 所以也隐行未来一个波段 一倍的空间 我看到好多AI股都有这个机会 所以真的大家要好好把握 要好好把握 重点不是那个台股创新高 重点是你要买对股票 台股创新高没几成 但是买对股票可能好几倍 这是要让你提前退休的 另外还有一档最新标股 3XXX昨天涨8.9% 今天平台附近在座加码 同时具备AI电竞加充电桩 三大题材 五月营收创新高 产能满载 而且产品有些缺货 一路将创高到第三季 股价7字头上看三位数字 这至少有三四成的空间 所以这些都是 一时之选 金民股中的金民股 也就像郑老师说的 不管什么类股 我们都是选 数字最好的金民股 坚持只买金民股 有最好的毛利率 影音率 EPS 成长性或者市场率 有这些条件 有这些数字 就是万事俱费 把资金吹到AI 他就标给你看 所以一档一档来 那六月份最新AI标五班 欢迎大家加入 现在来加入六月底前 都有最棒的早鸟优惠 早鸟优惠 这个样子的优惠 并且将一路 带你赚到年底 越早加入 操作越久 跟着达安老师 来把握这一波 AI的全新的大行情 然后呢 看完节目 帮助老师按个赞 订阅一下 分享给朋友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每天最新节目的通知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